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保持训练 但是对于付出 笑着摇摇头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能够明显看到 林丹的身材仍然保持得非常好 作为双圈大满贯球员 现在林丹已经退役了 也退出了国家队 不过林丹表示 虽然退出国家队两年多了 但是 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保持训练 而且运动量还不会特别少 林丹还说 除了打羽毛球 体能训练也很多 一句话 林丹非常自律 此外 林丹还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着实让人羡慕啊 现在的中国羽毛球 在南丹方面 的确整体上处于低谷 反观马来西亚 印尼 印度等国家 都有着不错的球员 以至于 这段时间 中国羽毛球军团的表现 让一些球迷开始想念了林丹 甚至于还跑到了林丹社交媒体下面评论 表达了对于他的想念 林丹巅峰时期绝对是 巨无霸的存在 但国家队经历低谷也很正常 也有球迷期待着林丹能够执教 至于这一点 一些球迷认为 球打得好 真不一定适合当主教练 这样的例子 在足球 篮球等其他项目上 也有很明显的例子 不过林丹透露 即将在多个城市举行青少年训练营 在此 我们祝林丹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一切顺利 心想事成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